哎呀 工地这伙人 这干的什么活啊这是 哎呀 气死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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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是怎么了 姑娘 醒醒你怎么了 姑娘 姑娘你怎么了 我这里 难受 难受 我去给你浇点水吧 不用 我 我心脏病犯了 啊 心脏病犯了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包 包里有药 包 包里有药 帮我找一下 好好好 是这个吗 哦 oh 没有啊 好点了没 你真的不用去医院了吗 不用了 我休息这一会儿 感觉好多了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得这个病呀 遗传啊 所以我包里啊 常备着速效救星丸 你防万一嘛 不过今天啊 真的是谢谢你了 不用谢应该的 对了 我这有二百块钱 你拿着 我不能要我就是路过 不要不要 你这有点瞧不起我了 没事你就拿着吧 我真不能要 你不用这么客气 行的没事我就先走了 这小伙子 人真不错 这小姑娘可真可怜 年纪七轻就得了这么一个病 长得还真不错 挺漂亮的 我马上忘了拿 算了 让她坐着吧 我这怎么说也做了一件好人好事 回家跟我妈说一下 行 行小伙子 你就回去等通知吧 我们这边人里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不用谢 下一位 小伙子 来了 你好 我看咱们这边面试保安 是不是 不好意思的 今天的董安这个职位 已经招聘完了 啊 招聘完了 是啊 这么快啊 哎 张经理啊 你把今天的面试名单给我看一下 好的 董事长 怎么是你啊 嘿 我认识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哦 我看这儿招保安 然后我就过来看看了 好 呃 张经理啊 你先出去吧 我面试他就行了 行 董事长 那天真是谢谢你啊 哎 没事你甭客气 不用谢 哎 你这怎么还求工作 对呢 我吧 没有学历 也没有文化 找工作可不好找了 我面试了好几家公司啊 都没成 幸亏你没成 要不然咱们怎么见面呢 你说的也是啊 哎我刚才听 他们叫你董事长啊 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吗 啊 对啊 哎呀那你可真厉害 年纪轻轻就当上董事长了 也没啥 这公司啊 其实是我爸的 他现在退休了 我呢就相当于子成副业吧 真好 那什么我们现在公司吧 不缺保安 缺个保镖 我看啊你就挺合适的 心肠也挺好 这个职位啊 就你来干吧 一个月工资 六千块 保镖 不行啊 保镖是保护人的 可是我啥都不会啊 没事儿 以后啊 你就跟在我身边就行了 等我再犯罪的时候啊 你就跟上次一样救我就行 不不不不 这这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感觉挺好 你挺适合这个职位的 而且这六千块钱工资 在我们这儿最低的了 这样一会儿啊 我让张经典带你去办手续 我还有事儿 我就先走了啊 我这上辈子的 这是鸡了 多少得啊 不是在做梦啊 在一瞬间 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向前走 我只继续等 这段夜里 一百万个不确定 渐入深夜 花期盼甜蜜